世界不過是存給今生的兩人 報庫中枕滿夜深放棄一場夢 若紅顏就成斑駁的山門 披囊香燈玲濃獨自 雨紛紛 繁華茂盛 獨影艱朗 此相不過如風如一場生高 這孤城曾連連春山 愛難尋 卻難逃摸雲霄 這孤城如月之沓起掙扎 臨頭傷心熱 給我走一趟 給我走一趟 我走一趟 你下去吧 你還記得在我府中的日子嗎 你是跟著她嫁過來的 你是她的死士 是 可是為什麼她死了你卻活著 不是說死士的命與主人的命 是息息相關的嗎 你 就當她沒死吧 是我殺死了她 也許你失手了 你知道她在哪兒 我已經有了要保護的人了 她在的時候高高在上 她不來理我 我從來也不去惹她 她 沒想到 她性子那麼厲害 進而自禁 後來啊 她換成了另一個人 在另一張臉的遮蓋下 盡情地歡笑 盡情地愛 是 只是 她不該看我看得那麼重 輕一點兒哪至於送命 可男人的心裏 怎麼會只有一個情字呢 小姐說得對 男人 都是泉錢色的混蛋 哪裏會有情啊 哪裏會有情啊 喝醉了 醉了 啞巴 你可不要嘲笑我 我心裏普無人傾訴 我只能告訴你 反正你是個啞巴 好 我就是個啞巴 你說吧 啞巴 啞巴 我告訴你 如果你有了要保護的人 一定要珍惜 不要等到失去 才後悔莫及 好 慢一點兒啊 來 以後不要再讓她出現在我面前 所以就讓她在外面啊 你看著點兒 小心啊 可笑 一群乳毛未退的孩子 未付心慈 強說仇 是啊 到咱們這個年紀 就只剩千兩好個秋了 不過大人 您為何讓人掠影 去聽他們說了些什麼呢 懷蓉昭輝 總有一天是要回白地的 酒品兼人品 我想知道 她到底是個什麼樣的人 能放不能放 那 能嗎 風流 才子 痴情腫 一筆好字 其他的 讓我再想想 寬哥 你先回去吧 手下告退 傷心橋下春波綠 曾是驚鴻照應來 就從這幅字畫 當副三大白啊 行了 你別生我氣了行不行 我都跟你解釋半天了 我是去過那個地方 也認識那裡的幾個姑娘 可那都是寬叔介紹給我認識的 我就是生寬叔的氣 去那麼好玩的地方 她怎麼只待你不待我呀 我就知道 你逗我玩呢 你那幾張 到時候跟誰學的 哪幾張啊 這 那 那 那幾張 我的功夫 都是跟大自然學的 跟猛獸學薄殺 跟羚羊學溫跑 跟魚蝦學浮水 跟蛇蟲學如何悄無聲息的 接近敵人 你是真正的施法自然啊 那些招式 都是你自己研究出來的 那些招式就是跟大自然學的 佩服 沒辦法 大自然就是這樣 打得過就活 打不過就死 要生存 就要變強 走吧 有人在等你 誰啊 見到就知道了 師父 好 岳爺母 你想不想跟我學功夫 功夫 是像韩光那樣的功夫嗎 對 那種功夫 好不好 好 你可願拜我為師 從今天開始 我傳你本門武功 好 我不要學 不要學 你可知道 我是誰 我是誰 我的時間 本來就不多了 可我要學的東西卻很多 我要學會毅力 找回我失去的過去 還要學會卓琴 這樣 才能留一件東西給她 我真的沒有時間 學更多的東西了 我真的沒有時間 有紀念 我現在 陪你 其實馬騎 有很多人 我會學會 我已經有很多人 會得到 真的很大 你很長啊 我叫你 你不能就这么拒绝我 给我个理由 你知道吗 你的体能异于常人 水火未济 就好比一块冰 裹着一个火苗 只有用内功心法 调息吐纳 让那头火苗慢慢变大 才能融化寒冰 水火相继 就真的可以安然无恙了 否则 就算能活下来 也不能长寿 我 我的生死 对 这事关你的生死 所以内功心法 无论你想不想学 你都必须要学 万事 万事 四简 等我 这事放在 你再会 让我bus 来叫我开忙 师傅 什么 水火未济 嗯 国师说他的身体要温补起来 大人说水火未济 搞不好就是短命鬼啊 那还费什么话 大人说要给他尽温补调理眼识 你呀赶紧准备准备 温补 什么叫温补 小姐 这里有很多好东西呢 金针 银耳 猴桐 眼窝 小姐 还有棍材 这书上说山药温补而不重 微热而不燥 用它和胡萝卜烧菜是佳肴呢 嗯 小姐什么意思啊 意思就是说慢慢补还不会起到反作用 嗯 对了 还有大红枣 以后记得每天给它吃一些 是 我还以为越是珍贵的食材越好呢 我们身边有这么多好东西 只是原来没有发现而已 小姐 小姐 用红枣煮三红汤给它喝吗 三红汤中在补洗 还不是最对症 用红枣蒸南瓜怎么样 这两羊加起来温补 是 有急 把烟窝给我 是 来来来来 那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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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快快 就那儿 快快快 那儿那儿那儿 快快快 快点 快快 切点啊 切点 老宽 老宽 你干嘛 这 这 撞麻雀呢 麻雀 你撞麻雀干嘛 哎 书上写着的 麻雀肉就是温不大 而且没有毒性 还可以撞羊 逆精 不慎 强腰 反正就是各种大国 这不是我编的吗 看着我干嘛 这书是写的呀 这是 你看 哎呀 这都什么跟什么呀 你怎么能信这种话 那麻雀跟那个撞什么的 有关系吗 没关系吧 哎呀 那 你觉得撞羊的那种食物 适合这种血气方刚的年轻人吗 不动脑子 赶紧叫他们回来 我 又错了 哎呀 你在干嘛 怎么还不出来 马上马上 还有一个 哎 哎 怎么样 看着还行吗 鸡肉手乌当归汤 怎么样 手乌养肝 当归合血 枸杞补肾 这回不爱骂了吧 快点 咱慢不了 今天就咱们仨啊 来了 上菜了 哎 来 今天让大家尝尝我的手艺 哎呀 好久没有尝到宽哥的手 色香味俱全 真是令人食指大动啊 这碗羊绕我炖了四个食人 不过还真有点手伸 我来了 今天净数也下厨房了 小哈 哦 嗯 嗯 对 哦 嗯 嗯 嗯 今天是父母能收徒的日子 给大人道喜 恭喜大人 恭喜师父 你别愣着了 快给师父敬酒啊 师父 谢谢你 这杯还是要喝的 别急啊 还有师哥呢 以后啊 要乖乖听师哥的话 懂不懂 敬师哥 这下我就没有压力了 没有压力想要当武功天下第一了 这要多谢你啊 师父说的 这文无第一 武无第二 月影 你要加油啊 京叔年纪虽小 但入门比你早 也是师姐 师姐 敬师姐 好 等等 这个 敬叔不喝酒的 这样 我带他喝 不需要 敬师弟 哎呀 好了 你们两个就别再进来进去的了 这些粥都快凉了 赶紧喝了 来来来 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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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挺不错的啊 一共三样菜 凉凉式粥 啊 喝酒 不是还有羊肉的吗 哎呀 羊肉是最奔最滋养的 特意给你盛碗多的 平时不太吃肉 可是你要好身体啊 你就多吃一行啊 小姐说了 羊肉容易上火 小姐 那个炖中被宽叔用来炖羊肉了 用白纸的行吗 好吧 那你有没有看到羊肉炖的什么 没看 干嘛问这个 有些食物的确可以生热 暖胃 助羊逆气 但有的人吃了就会加重内热 腌干上火 所以这羊肉啊 并不适合那些依蓄热剩的人吃 是 知道了 如果羊肉炖锅里面加入了莲藕 椒白 冬瓜 白菜 这一类良性食物的话 会更好 不过呢 就违背了温补的道理 你还是吃粥吧 上火啊 宽叔面前 你们两个还敢搬门弄府啊 我还是喝粥吧 都放上火是吧 都放上我吃 怎么样 姚子 我 我又错了 驾 什么人 选身吧 就这么走吧 爹 回京一封信 走还是一封信 不觉得少点什么吗 没有像二老当年刺刑 我是怕 我知道你怕什么 塞外天寒 这是你娘 为你收拾的 爹 此一别 也不知何事再见了 凡事 就靠你自己了 女儿不孝 你已经不再是当年那个小姑娘了 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你 爹等着你的消息 就此别过父亲大人 来 起来吧 此地不宜久留 不 去吧 父亲大人 不知 去吧 你已不再是当年那个人 小娘 七妹 三匹 石 石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 我怎么这么糊涂 帕子忘带了 姝力 你能去帮我取一趟吗 是 我们在崔薇婷等你啊 你说 这皇宫里 我们也来来回回转了好几圈了 怎么从来没见过太子或者国师啊 自从您入宫 国师就没再踏进过后宫了 就连太子爷早晚读书上课 也都挪到别处去了 为什么呢 因为进宫之前 这宫里没有后妃 只有太子 国师既然是太子的师父 自然可以来往于后宫 你们汉人规矩真多 对了 你的名字 是谁给你写的呀 是太子赐的名 真的吗 你不是禁书的人 奴婢只知道服侍卫国夫人 那为什么 他们偏偏派你来服侍呢 可能 可能因为奴婢是南军人吧 什么 宫女们都是历年来 各处捡回来的孤儿 奴婢是十多年前 被军队捡回来的 有的人到了年纪 愿意出宫嫁人 但也有像奴婢这样 愿意一辈子留在宫里 服侍娘娘的 照这么说来 想要收服这两个丫头 还真不容易 走吧 陪我去看看太子 是 请留步 你们知道我是谁吗 太子有令 无论是谁 一概不许放行 如今奴婢们也进不去 我就不信 你能躲我一辈子 请留步 天下 还去骑马吗 对 走 现在就走 我又不偷看 你怎么办啊 你懂什么 我这是为了逼自己牢牢记住 这回来简直像变了一个人 早这么用功多好 打败敌人 首先要强大自己 难道我要被一个小小的死士逼下去吗 你看 你们俩干嘛呢 小姐 小姐 太子爷送你这个 太子怎么把他送我这来了 太子让你跟我说什么 太子快来来 太子快来来 又君 去给他找个好地方挂起来 为他吃点好吃的 是 嗯 哈哈 哈哈 înt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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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殿下还须更多练习 还得先前练习啊 韩子敬 韩子敬 我不叫这个名字 我不快乐 我很不快乐 从小我就很少跟我的父母见面 见面最多的是我师父 后来他对我用了入骨弥香 他想用这个来告诉我 只要他愿意 随时可以夺走我的生命 但是他没有 没有把我关在一个房间里 让我哪儿都不能去 夺走我的自由和快乐 可你 你做到了 你想去哪儿 我派人送你 我哪儿都不想去 我 我就想 就想经常能见到你 你见功之初 我先跟你说得很明白了 我自认为 我不是一个纠缠不清的人 这种女人又蠢又贱 可我们 我们 你不能强迫我做我不愿意做的事情 也不能强求我给不了他东西 如果我们还能做朋友 不能的话 我也无可奈何 那个女人 她究竟哪点好 她让你那么痛苦 我失去了所有家人 父皇 母后 还有皇兄 我经历过最黑暗最无助的日子 那以后 他一直陪在我身边 我没必要向你解释这些 也不需要花费时间 去告诉你这一切 我对他的感情 就像信念一样 比任何信念都要坚定 因为曾经 相依为命 你 你是不是傻 你难道看不出来 他身边已经有其他人了吗 那是因为你 因为你的入宫 他才会疏远我 你少自欺欺人了 他如果真的喜欢你 你身边越是有别的女人 他才会越紧张 越靠近你 怕你被别人抢走 他放弃 是因为他根本不稀罕 住口 蒙朱莉 你只是因为身负血海深仇 才要控制她的心 并非儿女私情 你不是个泥泥歪歪的女人啊 我忘了 你会折门密疏 你想控制谁就控制谁 你最好听清楚 你可以杀了我 也可以下入骨弥香控制我 但是 你想让我改变初衷 放弃信念 放弃信念 你休息了 好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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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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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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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万明天 太子回来了 太子回来了 你呀 一天到晚就会说这一句 人家都会背诗 你倒也风雅一点啊 我家喜宴持边树 朵朵花开 但莫痕 对不起 打扰了 你没去练功啊 这就去 我家院子里这棵梅树开花的时候特别美 只不过我就见过一次 什么颜色 是白色的 我曾经试图用墨汁给他浇过水 想看看他会不会开出墨色的花朵 可惜我离开洪耀局回京了 到现在也没见过墨色的梅花 为什么非要开出墨色的梅花 不是用那首诗吗 我家喜宴持边树 朵朵花开 但莫痕 我就想淘气一下 看看是不是真的 老板 这个是白色的梅花吗 没错 这棵是白梅 它已经是大苗了 好 要一个 谢谢 您慢走 来 谢谢 客气 小姐 为什么一定要用酥油啊 酥油啊 是土番人用牦牛乳 倒在大桶里 不停地搅打 使水油分离 最上面那一层薄薄的油 就是酥油 土番人到我天处 千山万水行走不易 所以是极为难得的圣品 在米粥里加上酥油 再配上山中野蜂的蜂蜜 最好是冬季开花的枇杷蜜条盒 就可以做成蜂蜜酥油米粥 这可真是 温补的极品 小姐 你知道的真多 来 我死后 景叔看到这棵树 还会不会想起 我真傻 就算几年后梅花开了 但是几年后的这里又怎么会有景叔呢 他终归是要入宫的 离开这里只是早晚的事 师哥 吃点夜宵吧 好啊 多谢啊 你有心了 师哥 你见过咱们的祖师爷吗 没见过 师父年轻的时候 祖师爷就云游四方去了 他们还活着吗 不知道 祖师爷是得道高人 应该 你问这个干嘛 我还活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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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和话落谁谈 野小小风吹人散 问前世的情愿 灭此生的残念 海角飞回云烟 天涯划骨之间 梦里沙翩翩 转身只为君事如忘却 一眼陌路花满天 曾想要连了苦痛的黑月 幻化成遥落的残念 转身只为来世遇见 一念之间爱千年 用笑的哭的滴入的思念 画出每个灰的五彩的天边 转身只为君事如忘却 一眼陌路花满天 曾想要连了苦痛的黑月 幻化成凋落的残念 转身只为来世遇见 一面之间爱千年 用笑的哭的滴入的思念 这一世陌路上花开一遍一遍 Zither Har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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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